电视与您一同享受付出 珍爱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盘花》的插座 也藉由盘象征大地、池塘或琥珀 来纳大自然中的奇花议会的一个记载 今天我们就以这样的春盘妇里面谈到的一种 大自然的斜景插花的一个意境来做插花 各位爱花菩萨 首先可以先欣赏一下我使用的这个花器 其实这个花器是一个很多年前的一个陶艺家的一个作品 虽然不是标准的这种圆盘的方式 但是它做得非常的古雅 而且很像大自然中的那种地气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每次插这个作品的时候 都觉得非常的浑厚有力 那今天因为在这个炎炎的夏日 那我就选用这个芭蕉来做今天的主要的花柴 那我们常常讲说 芭蕉开绿散 夏天的这个花园里 一旦有了这个芭蕉之后呢 就会感觉特别的凉爽 那我让这个芭蕉稍微有一点点侧面的把它插起来 因为这个盘它有一点点这个角度的 一个特殊的一个设计跟造型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们在插座的时候呢 用力要特别的一个小心 好那我们把这个芭蕉呢 让它有一点点力的插起来 好那插完这个芭蕉之后呢 我再加一支这样的一个梦幻椒 好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还有一支这样的一个梦幻椒 那这个梦幻椒呢 也是在夏天 很受到很多人喜欢的一个花柴 因为梦幻椒呢 其实教科的植物呢 它都特别适合 生长的最好的时间呢 都是在夏天的时候 因为教科的植物呢 在夏天呢长得特别的好 好这边有一点点的那个 把它整理一下下 好那我把这一支的这个椒呢 让它跟我们试试看 它怎么样去跟这一个 这个芭蕉两个互相的结合 好或者是我让它呢 跟在另外一个建山的另外一边 好那我来试一下 好这边因为会有一点点 这个盘 它的这个高低的 因为这个桃是一个 很有创意的一个桃 所以它在应用的时候呢 会特别的特别的不是很好插座 因为它左右的这个方向的一个关系 好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慢慢的把它定起来 好我们再试一下 因为这两支需要比较用力的一个运用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一个胶呢 它插起来之后呢就 非常的颜色非常的一个美 好那插完这两个这个芭蕉之后呢 那我再下段呢 再加一片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香蕉叶 那这个蕉叶呢 一插下去之后呢 就会觉得那个鼠疫前消 是谁多是种芭蕉 早也消消 晚也消消 那事实上呢 这个芭蕉 人家也说 事实上留得长和听与生 那芭蕉有时候 也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藉由我们在那个 大自然种芭蕉呢 那可以听到一打芭蕉的一个声音 也是非常 非常好的一种享受 我本来是希望两片叶子 把它同时插起来 但是感觉上它会有一点点 不是这么的适宜 那我把它剪开来应用 好那我们把这个胶叶呢 那各位阿拉布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用了两个这个芭蕉之后呢 这整个空间呢 就感觉上很丰富 而且非常的大气的感觉 好那接下来在这个中段的部分呢 我就用一些些呢 这个季节里面也是很特别的一些花 这个我们称它为桑露 桑露 桑露这个花呢 能够表现一种果实的一种美 好这个桑露呢 因为它很容易互相的勾在一起 所以很容易受伤 像这一支有点点勾到了 我应用一支铁丝把它稍微调整一下下 那我常常在教这个花艺的这个过程中呢 我都常常跟我的学生分享说 其实呢你们不要急急地擦花 也就是在擦花的这个过程中呢 你要好好地去看 欣赏这些花 然后也去感受这些花彩植物的美好 像这个桑露呢 各位爱华布萨可以看到呢 我慢慢把它加多一点的时候 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因为它现在这个果实很丰富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个桑露呢 它现在看到的 这个是桑露刚刚才长成的时候 它就是说桑露这个花呢 它从开花开始开白色的小花 然后慢慢结果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株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桑露呢 它是这样子 它刚开始开这个白色的小花 那白色小花开过之后呢 就开始结这个小果实 小果实 然后慢慢地变成 好像白绿色的果实 然后变成青绿色的果实 它就是有那种 很特殊的一种生态的一个变化 那在变成 各位看到现在我手上 这样有点青绿色的果实之后呢 这个桑露呢 它最后会变成紫红色 会变成紫红色 很特殊的一种颜色 那这个桑露呢 本身它的枝干又绿中带红 就是那个枝梗 又绿中带红的感觉 然后呢 它的果实呢 一串串的 又感觉 非常的有 有味道的感觉 好现在在下段加了一点点的桑露 所以我觉得这个桑露本身呢 它是蛮有特色的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呢 这个桑露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优点 就是它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 它是 算是很耐的一个花 因为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 很多的花呢 都不太耐的时候 那桑露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呢 我们还可以擦的 时间蛮长的一个花 好那我让桑露呢 有一点点把 在这个芭蕉的中下段 那也利用这个桑露呢 去形成呢 整个作品之间的一个交错的一个美感 虽然我坐在这边 已经快要被花给全部遮住了 不过我觉得 有一点点那种幽灵夹缝中的感觉 好像在两个很美的大自然的灵中 散步的感觉 好那 我现在呢 把这个 桑露呢 做一点点这个 中下段的一个应用 好让它感觉上呢 就是我们说 事实上一年世纪春夏秋冬 我们说春者纯也 就是春天的意思就是 万物纯纯欲动 那夏天的意思就是 夏者大野壮野 就是夏天到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动物植物都长大了 那长壮了 所以在夏天呢 所有大自然就是花木浮书 然后整个绿意盎然的感觉 那在这个季节也特别容易表现出来 好那接下来呢 我再选一些些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这样的一个花材 我们称它为汉鱼 也叫水鱼 或者我们称它为马蹄莲 这种花材呢 它是有点水深跟沼泽中的植物 然后非常的浇媚柔软 很多我们在插花的同学都非常的喜欢这个海鱼 因为它插出来很有那种水深植物 那种水水的然后美美的这种感觉 好那我把这个海鱼呢 做下段的一个 煮花的一个运用 好 好 那这个海鱼呢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把它这样子 让它有一点点的 让它做出一点造型的感觉 好 然后 我们把这个海鱼呢 做有一点点中下段的 这个部分 有一点点水深植物的感觉 好 好 我们再用一只 那虽然今天这个海鱼是蛮长的 但是因为我们要表现它跟水之间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把它剪的稍微短一点点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夏天呢 是很适合接近水的 因为夏天天气特别热 所以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比较表现水面空间的一种美 好 那我把海鱼呢 集中在这边的一个区块 好 那我在这个时候呢 我在我这一个 这个花器的这个中间呢 我可以架一点点的这个枯木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可以利用一点点这个枯木的 一个运用 比如我在这个花器的这个部分 我给它架一块的这个枯木 我们稍微找到一个位置 好 那除了这个海鱼之外呢 我又加了一些些的黄色的这个菊花 那做我们这个下段的这个部分 因为上段是一片绿油油的一个芭蕉 那我们在下段呢 我用一点点黄色的这个菊花 来做这个下段的一个色彩的感觉 那从前段到后段的一个延伸 那各位爱华菩萨现在可以欣赏一下 这样一个很大件的 然后很壮硕的一个作品 那表现夏天的时候 大自然中的这种植物的一种 我们说种下草木长 那在这个季节的一种感觉 好 那在下段呢 我再用一点点的这个 薄类的东西来收下段 那当然其实呢 什么样的花财都可以 因为刻意的去表现 夏天的一种大自然的一个景致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了春盘妇 那欧阳詹呢 他在春盘妇说 多世家人家盘于而作地 书以秀以为真 那丑林俱秀百会真心 那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有一些非常喜欢这种美好事物的一些人 他们呢就是用各种的花器来做大地祠堂琥珀 然后呢把大自然中这些美好的花草植物呢 运用在这个花器上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中华花艺有所谓的 血井花 那血井花 那血井花事实上最盛行的朝代就在中国的唐朝 那除了唐朝之外呢 还有就是清朝有非常地流行这个血井叉花 那血井花呢 是把这个花器当作 我们刚刚讲说大自然 那你可以把你心中所喜欢的一个自然的美景 那都书写在这个盘里面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谓的园林的这个空间 园林的这个感觉 中国很特别的一个就是园林的这个思想 所以在中国的江南一带 有非常多的美丽的园林 因为人对于自然都有无限的一个喜欢跟向往 所以就会有一种 会形成这种血井叉花 还有我们所谓的山水化的一个来游 还有所谓的园林的这个思想 那这个血井花呢 它也比较属于是一种道家的思想 就像我们的那个园林一样 它们都是属于比较道家的一个思想的一个 一个意境 在我们的话译里面呢 那里面花呢 就是属于比较理学的一个思想 或者是一个儒家的一种思考逻辑 那血井花呢 就是属于比较道家的一个思想 因为人都会想要回归自然 那把自己呢 安置在大自然中 因为我们知道人接近自然 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放松跟休息 那我们把这个作品的下段 加上一点点利油油的这些植物 那等一下我在上面再加上一点青苔 然后加上一点鲜翁 那我们就可以来表现整件作品 这个血井花非常非常有意境的一个空间跟感觉 那我们说那个芭蕉开绿扇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呢 绿色的芭蕉会带给我们无限的一个清凉的感觉 来看另外一件的作品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前面的这个花旗 它也是一个方形的陶盘 那这也是一个陶一家的一个朋友 他所做的一个这个陶盘 那我当时有跟他问说 你在创作这个陶盘的一个心得 他说呢 其实他非常的喜欢大海 他就是运用海的那种海水冲刷那个岩石 所形成的那种变化的一种感觉 来做这个花旗 做了这样的一个花旗 那我觉得真的是大自然是人类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呢 我们要施法自然以自然为师 那大自然会教我们好多好多的 各种的生命的哲理跟艺术的一个创作 好那配合这个海的感觉呢 我选用了一个这个草海桶 这个草海桶这个花材呢 它也是蛮特殊的一个花 那也不是常常有的一个花 我们也不敢太过于在常用它 因为不知道它会不会影响到 自然的这个一个生态 不过听说它长得还蛮多的 那这个草海桶的这个花呢 我们也是在海边的 边海边的一种植物 好那我把它稍微的 稍微的剪短一下下 好那这个花旗它有一个蛮美的 而且蛮特殊的一个优点 就是它不需要用剑衫的 那各位阿博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可以利用它这一个 它做的这一个花旗本身呢 它就会有一些 有一些洞 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洞的这个空间的感觉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花材给固定起来了 这种擦花的一种模式呢 也是非常受到很多喜欢擦花人的 就是爱花人的喜欢 因为它是不需要把花用在剑衫上面 那你可以直接的把它呢 靠在很自然的 用很自然的一个手法 然后靠在这个花旗上面 好那我现在把这个 曹海桶呢 让它这样很自然的 靠在这样的一个上面 好那我让它的这个感觉呢 在这个感觉上更低一点点 我把这一支再 先剪下来这一支好了 好让它感觉上是比较 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那我应用这个曹海桶 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花旗上面 那我让这个叶子少一些些 因为这个叶子的张开的面 蛮大的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曹海桶 它就会形成 满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的 一个感觉 好那我让它是很自然的 这样往那边挂 好那我的支角整个收在这里 所以我在这个部分呢 我再加一片的这个 小片的这个曹海桶 就让这个作品 它是 那我们在插画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个支角 稍微的做一点点 一点点的集中 比如说我现在把它 稍微的集中一下下 那我选用这个菊花好了 这个菊花来做我们今天的这一个 主花的这个部分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花旗里面呢 它是 它的颜色是很沉的 很沉的 所以我想我加一点点有亮度的花 有亮度的花 比如说这是菊花 虽然菊花不属于是水生的一个植物 但是呢 它在这个作品的这个 花旗的这个作品上面呢 因为这个花旗本身的色彩度是 很低彩度的 而且几乎是跟 岩石的颜色是接近的 那这样子低彩度的一个作品呢 那我选用比较强的一个对比色 来做这一个 花彩的一个色彩的一个选择 我在这边呢 把它做一个 三朵菊花做这个 煮花的这个部分 那除了这个菊花之外呢 我加一点点果实的感觉 那各位阿拉夫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在使用的这个花材呢 我们称为 火龙果 那一般的火龙果大部分都是红色的 那现在他们研发出这种绿色的火龙果 我觉得也蛮特殊的 那尤其是在夏天擦起来呢 很有利益 而且也感觉蛮好的 那因为果实的话 才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觉得它特别的感受到 一种特别吉祥的感觉 那平常我们大部分都会用锅 来收做它的 鸡盘或收它的这个下段 那今天我们用这个火龙果的这个果实 来做收它这个下段 让它感觉也比较特殊 那各位发觉我在擦的时候 它会有一点点动 因为这个花戏本身 它不像键扇可以把它固定住 不过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擦花呢 你会觉得特别的小心 然后特别的注意 就让花跟花之间呢 彼此尽量不要影响到 不要去触碰到 所以其实在学擦花的这个过程中呢 也是一个蛮好的生命的一种体会 就是其实擦花 我常常跟我们的同学讲说 其实擦花没有什么困难的 第一个就是 就是花跟花之间的空间 要放得很好 就是不要太挤 那也不要太松 就像我们人跟人相处一样 我们常常说那个 就像那个宏一大师说的 君子之交 然后其淡如水 那直向而求 吃十千里 就是说在这个中间呢 我们要学习就是 那一份的恰到好处 那我就用这样子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这样方形的一个盘 然后再加上这个菊花 来做这样的一个 主花的一个设计 藉由两个这样的一个方形的桃盘 介绍到中华花衣的协颈花 那一般来讲 我们在做标准的花衣创作的时候 常常以圆形的花器为主 不过方形的创作桃呢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跟挑战 那我们今天借由一个方形的盘 表现一派绿意盎然的感觉 那也借由这个曹海童呢 表现夏天的一个海景的一个气氛 然后可以借花 在花中呢 观山观海观自然 那愿此香花片满四方 供养山豹 附华隆天 普勋众生 共入佛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账号 012 001 202 608 012 001 202 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灾 点灯 慈悲诗诗 要供焉供 17佛本院功德经 要供即慈悲诗诗 功勤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11月21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宁观音讲堂 云宁县虎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 05633 1565 05633 1565 尽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受八观灾戒 众解脱因 念弥陀圣号 求生极乐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八观灾戒及弥陀要解开示 恭请战江法师赞同法师共同传授 日期12月2日 星期四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我们在这个人间 不管对任何的生命都不要欺负它 保护它 爱护它 特别是蛇 这些有灵性的动物 蛇 牛 狗 猫 特别有灵性的 还有我们佛教讲的 善鱼 这些都很有灵性的动物 多去救它 各种的动物 你救它 跟它念佛 乌龟 毕业 毕业都好 那至现在 有老人院 有孤儿院 各位多帮忙 那我们现在在东南亚 邻近的国家 有越南 缅甸 辽国 柬埔寨 他们还有很多乡下 很贫穷的 我们以前在缅甸 盖学校好便宜啊 没有很多钱就盖了学校 盖了水塔 所以今年十二月几号 八号 十号 十号 我们新加坡佛教生命协会 要办去缅甸 共生 布施 八天 要不要参加 下个月 我们要去辽国 现在已经光台湾报名 这边报名一百七十个了 大团了 去辽国 辽国就是老窝 更贫穷 但是出家人多得不得了 去那边布施药 放生 他们辽国的出家人还跟我讲说 我们这边死了很多人 战争的时候 要去超度 他还知道台湾人喜欢超度 所以辽国的一位比丘来过台湾 他说你们很会放大蒙山 赶快来放大蒙山 所以我想各位有机会 不管到任何国家 都要去结缘 就一只牛都好 牛 各位听我讲故事 牛可以变成牛状元 一只牛闻着经典 来一次投胎做人变状元 那你就跟他结善缘了 所以一个人要在这个世间 有什么成就 如果你没有住缘 靠你一个人没办法做事了 天龙八步 一切人间的众生 连诸佛菩萨 都看到你的欢喜 因为你在实践菩萨道 诸佛皆欢喜 我们的善知识 看到我们就很欢喜 那你就容易成就 所以我永远的期望 各位广结善缘 放生 诗识 念经 词咒 都要回向给众生 走在新加坡的路上 多撒干露水